類似改寫 改寫應該了解邏輯啦 就是要刪哪一個嘛 刪完之後一樣就轉到哪裡了 轉到查詢結果 所以也許我們一樣就是可以從哪邊呢 從那個 第一個是 先新增嘛 所以新增的話我們有一個Fone叫Score FoneDB 所以我們前面有run過那個ScoreFone 然後當然我們就是新增AAA 假設是幾份啦 反正不管 就輸入成功 然後再來就什麼 BBB 例是像這樣 成績幾分 然後我們就輸入幾個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刪掉 所以我刪掉之前我要先 先查一下說目前 有多少 就是有多少個東西 輸入這邊總共有無比 每個都90 反正成績不管了 反正我們現在重點不在成績 就是重點是在 能夠把它查出來 那個就不夠細節啦 以後自己就可以改一下就對了 再來的話就是刪除 刪除的話 所以我需要什麼 也許呢 我就是把這個Fone有沒有 ScoreFoneDB改成什麼了 改成delete好了 這樣子 然後 那個其實怎麼改 很簡單嘛 複製Templates 把那個下面的欄位 那個文字方塊刪掉 留一個就好了 OK 那Action的話是留 Action的話就給那個ScoreDelete好了 也許我 View的部分 會有一個Delete 這個Delete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它刪掉 把剛剛這個結果刪除之後呢 假設我要刪誰呢 刪AA這個人 刪完之後呢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刪完之後呢 自動把那個刪掉 並且把查詢結果再放到下面 這個邏輯跟剛剛那個Python一樣的話 OK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意思啦 只是說要把那個東西 做出來 才是 才是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來試一下 送出 刪除了 有沒有 但那個AA不見了 對不對 再來 再把BBB給刪掉 刪掉它 按送出 又刪掉一個了 一直類推啦 反正這個應該 都沒有問題啦 刪掉它 有 OK 剛剛卡了一下 其實是有 OK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做喔 這個我想 反正如果你前面的邏輯OK 後面邏輯應該也沒問題啦 不過我是覺得 好像 其實不難 但是很容易出錯 只要一個地方錯了 就會很容易錯囉 而且這亂來亂去啦 其實以後你可以改在很多地方上面 其實一個專 一個專案 裡面大概就是這些東西在 再亂來亂去而已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理解嘛 進銷唇嘛 對不對 進銷唇進來 進貨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對 都一樣嘛 差不多 只是Loggin我們還講啦 就是 登錄帳號密碼 所以需要有的帳號密碼的table 裡面就有帳號跟密碼 對不對 一個登錄 然後可以做 如果登錄之後一定要Session Session我們也講過 有沒有 如果你有Session你才可以 往後去做其他東西 但沒有你就不能做 所以其實這邊如果把它包進來 其實 一個系統大概基本上 亂來亂去大概都會用到這些東西啦 只是說你要把它熟練喔 所以有重點喔 先不要講喔 反正就這個喔 1 其實是什麼 拿那個來複製 按送出 送出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程式有沒有 其實我是把這個程式 放過去 但是可能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要把東西再查出來的話 那再查出來 其實 我們主要並不是說重新 再去用史類語法 而是什麼 我乾脆把它轉引到哪裡 轉到這一頁喔 所以我只是轉過來而已 就是它刪完了之後 轉到這一頁喔 那特別注意喔 轉換到這一頁 就是說我們剛剛喔 如果轉換 到某一頁 表單的話是有HTML 但是轉換到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UIL 這個是UILS裡面的東西喔 所以如果說你要轉換到這一頁的話 可能你要多學一個東西 叫Redirect Redirect 它不能用Render Render的話只能轉到Template 特別是喔 如果說你要轉頁有沒有 前面我們有用到一個就是 View View裡面 我們前面如果轉頁的話 一定都是用什麼用這個 Render Render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一個 這個一定是只能Template 如果說你要轉到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用Render的話 假設喔 我Return Redirect 假如說呢 我寫一下 比如說我如果不用Render 原來是Render 不過我好像試了一下 剛剛好像會有問題 Render Render什麼呢 Request R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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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個N Render然後 Request 逗點 就到這個路徑 不過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剛剛試一下好像會有問題 因為Render好像只能 是Template 看一下 如果像這樣 我原來思考的方法 如果按 假設我現在按送出 CCC 看到有沒有OK 也可以耶 所以其實不用Redirect 好像也OK 因為它有兩種方法 所以如果你要轉換的話 不過可能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你轉換的網址 本來前面是用什麼 用那個 哪一個Template Render 但是記得 如果你的UIL 請特別注意 UIL記得 要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 OK 這個斜線跟這個斜線一定要有 把UIL 放在這裡 這樣才轉得過來 OK 因為我剛剛有試一下 可能我剛剛沒有加這兩槓 正斜線 所以這兩個斜線 哇 這個可能也是 可能容易卡住的地方 這個 其實網路上你可以找一下 我發現好像找不到 找不太到答案 或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不用Render 你可以用那個Redirect Redirect 這樣子也可以 但是Redirect 會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Redirect之後 還要多匯入這個 就Import 它的Jungle的那個Shortcast 還要再Import 不過我覺得這樣 乾脆如果不需要算了 你就Render就好 如果Render可以啦 那幹嘛沒事啊 多一個 不過請各位再查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稍微 查一下那個官網 它裡面有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官網裡面的那個 Jungle的說明裡面 它有提到 就Render Render裡面好像只有提到 就是用Template 用Template的Name 它沒有辦法用UI 我剛剛是查了就是 如果你要那個 用UIL Name的話 可能要用Redirect 後面的話 你可以給那個什麼 後面這邊有 它可以給這個 有沒有 Redirect 啊 對喔 不用Request 所以其實差在Request而已 OK 那你說哪一個比較簡單 反正可以Round 都是簡單 Round不出來都困難 OK 反正就這樣 兩個方法 這個其實我剛剛也找了一下 好像也找不到答案 但是找官網上面才有答案 所以這些東西 還是 直接看一手資料 是最快的 OK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我剛剛講的 就是 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就是 這個喔 然後把它刪掉 轉到那個查詢結果出來 OK 來試一下 那我也會 如果先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 我會再把它拍照 我把那個刪除的那個 有沒有 網頁 然後一個一個 再把它放到雲端 不過 還是先想想看 因為 想出來才是自己的 OK 好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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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